哈囉大家好我是信 今天我們要來聊的是數碼寶貝最近的新聞 沒錯最近很少數碼寶貝的影片喔 沒辦法因為我真的最近被一些不同的系列逼得蠻緊的 雖然我樂在其中啦 我必須說我樂在其中 不過還是要照顧一下喜歡數碼寶貝的觀眾們嘛 那當然就來這邊整理一下最近數碼寶貝界的一些新聞 首先當然是我們的X抗體機 它出第二代了 沒錯我X抗體機第二代 你們也知道的我之前不是有買一個X抗體機嗎 那為什麼我後來沒有玩下去呢 實際上我有玩那我也有拍攝 可是因為它螢幕實在是太黑了 你拍攝下去的東西其實一定要在特定的角度 你才可以看到你到底那隻怪物長什麼樣子 應該有不少人在我之前的影片就發現 欸我的螢幕怎麼黑成那樣 很抱歉現場看更黑我已經盡力了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它的效果沒有到很好 但雖然點閱是還不錯 不過我覺得影片的品質不到位 可能如果那個X抗體機第二代出的螢幕比較容易看清楚的話 是可以繼續拍啦 總之X抗體機出第二代了 那規格沒有什麼改變就是變成透明殼 關卡從30關變成45關 能養的怪獸有很大的不同 不過沒有任何一隻皇家騎士 他們這次是以七大魔王為主體 來feature這台育成機 有人訂了嗎 你訂紅的還是紫的呢 我個人比較喜歡紅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莉莉絲獸 好那麼我們到了第二則新聞 這是我們的數碼寶貝網路偵探移植到PC跟Steam喔 這個應該有不少人很開心啦 因為很多人沒有PS4也沒有PSV甚至沒有Switch 好恭喜你們 你們可以在你們的電腦上玩到了 可以支持一下 因為這個網路偵探真的蠻好玩的喔 講到網路偵探就想到我之前不是有開直播 然後把它停掉了嗎 為什麼 因為其實網路偵探這遊戲有一點濃 那我如果故事要順利進展的話 我勢必會把很濃的畫面給大家看 你們能接受嗎 如果你們喜歡看的話 我是可以繼續播啦無所謂 反正那遊戲是蠻好玩的 我也很想帶給大家 但真的是 我怕這遊戲太濃 我怕你們不能接受 那如果你們想看的話 記得在影片下方告訴我 你們喜歡看精簡的濃縮版呢 還是你們想看直播 因為這有很大的差別 這個是我接下來做影片的參考 所以麻煩你們告訴我 你們想看怎樣的 直播還是精華 好 那麼第三個新聞就是我們的 Digimon Survive 它延期了 不出乎意料的它延期了 我覺得蠻難過的喔 因為原本講2019年會發售嘛 那但是你們也知道的 有很長一段時間 完全沒有任何Digimon Survive的消息 現在得知它的消息居然是它有延期 我也是很難過啦 那給不知道Digimon Survive是在幹嘛的朋友呢 它是一個有冒險模式的數碼寶貝遊戲 那它是以以前像陰級陽級訓練師那樣的戰棋 來進行戰鬥部分的運作 聽說這次的世界觀非常的嚴肅 所以你做任何決定都有可能死人 沒錯 數碼寶貝的故事裡 正是讓主角群有可能會死掉就是這部遊戲啊 吸導老師不算 他很難說是主角群 而且Try根本就是黑歷史 我根本不想承認有Try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很難過的 我們接下來要講的就是第四則新聞 沒錯數碼寶貝Try的後續打個大問號 總之為什麼要打問號呢 接下來告訴你 數碼寶貝要出新的電影版 數碼寶貝 Last Evolution 選半最後的進化羈絆這樣子 這部作品目前看作畫是非常不錯的喔 沒錯我承認了這次的作畫還不錯 而且節奏看起來還行 看起來也比較熱血 那作畫的連貫性 或者是太一拿出他的智慧型手機 跟他的暴龍機機殼的那個畫面其實都還不錯 一喜一憂 期待是因為這次的製作陣容有大和巫小 他寫過很多數碼寶貝的腳本 所以算是比較可以信賴的 而且他還是一個比較知名的腳本 就是編劇啦 劇本上我覺得可以期待 那作畫表現呢 我目前只看到PV不知道到底是怎麼樣 短短的那幾個畫面算是有符合我的期待 不過不知道實際表現是怎麼樣 畢竟有Try的陰影的嘛 講真的這個電影版的預告出來的時候 然後日本網民的留言全部都在幹掉Try 都在說Try這個噩夢讓我不敢期待這部作品 不過我自己還是給這部作品更多的期待啦 看到太一他們長大到大學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然後也很期待最後的進化耶 這是怎樣 是他們要分離了嗎 因為這次官方推出的情報裡面有 太一小時候跟滾球獸的樣子 跟長大之後還跟亞古獸在一起的樣子 感覺一副就是要賣一個很傷心的情懷 雖然還不確定實際的內容 但我期待 因為 最重要的 這次的製作陣容 他們直接在slogan打上什麼 你們知道嗎 這部作品是由看過數碼寶貝的粉絲製作的 也就是說 我去你的袁永慶太郎 下去探親 哇 這個製作陣容居然敢講成這個樣子 我就期待囉 這樣我就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囉 不過我剛剛想到遊戲也有優 那優的部分是怎麼樣呢 有兩個 第一 講到製作陣容我們就要講神優 神優陣容完全沿用try的陣容 所以我會擔心try被編入正史 會變成實際上發生過的事 我希望那完全是一場噩夢 不過 神優既然沿用了 那他們也直接跳級到大學了 也就是說高中那段的確就是那個樣子了 try可能就是既定的事情 面對他吧 奮作 那再來第二個需要去擔憂的是 在我舊的頻道有一支影片提到 數碼被製作的大佬 角同博之呢 他氣到離開團隊 他說新的劇場版跟他想的 希望的完全不一樣 新的劇場版打破了他原本的設定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表示這一部作品有一些地方角同博之不能接受 也許角同博之當時指的是try 但是他退出團隊的時間點是在try推出之後 所以他到底是看到try氣到離開 還是看到這部last evolution氣到離開 我不知道 但是拜託不要試last evolution 因為那是我們數碼粉最後的期待 不過是說太一的暴龍機變得很像智慧型手機是怎樣 就是以後暴龍機直接出一個機殼這樣裝上去 然後下載APP就是我們新的暴龍機嗎 欸我好像可以接受耶 因為我們一直在講那種小的暴龍機沒有辦法上網 又沒有彩色什麼的嘛 如果是用APP或許也說不一定 好啦那既然講完這四則 我原本想說沒有什麼可以講了 不過還有第五個可以講啦 突然想到的 就是Digimon Realize 樹毛貝 Realize 他要出中文版的 上市時間還不知道 不過他會出中文版 日文版我是玩過 我之所以沒有玩下去的理由非常簡單 不是他不好玩 我覺得他還不錯 兩個缺點 一個是進化路線被綁死 有點難過 就是你抽到哪一隻的樹毛貝蛋 他只能進化到完全體 那那隻就只能進化到完全體 他不可能進化成究極體 就很可惜 有點失去了育成的感覺 但是因為他系統還算是完善 玩起來還蠻開心的 節奏OK 所以我還是接受了 那真正讓我玩不下去的原因是 時間BUG 沒錯 如果你是時區不在日本的玩家 只要玩那個遊戲 都會出現BUG 一個任務體力消耗10 但是你時區不在日本的話 你只要玩那個遊戲 恭喜你 體力直接扣50 你沒辦法再玩下一局 這樣真的很影響你的遊玩體驗 但是假設他出了中文版 嗯? 那就沒這個問題了 所以或許我未來會很認真的玩這個遊戲 也說不一定 好啦以上就是這五則 我最近對樹毛被借滿感興趣的幾個新聞 分享給大家看 那你對這五則新聞有什麼感覺呢? 那還有我剛剛問的 你直播? 還是精華? 這個問題 That's a question 希望大家來替我回答 好啦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按一個喜歡 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 因為訂閱了不見得會跳出來顯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比 這一點 我們該讓幫助影片 這個問題 動作 動作 我們在家中央 動作 有什麼動作 動作 文是 妹-y 妹-y 妹-ちゃん 妹-回來 妹-光 妹我 妹我 妹-兄 妹-兄 弟-兄 兄 démocr 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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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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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 2000 years late 妹妹 ちゃん 妹妹 sam coast 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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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